歡迎收看 你小看這個小動作 他可決定你的未來喔 我讓我們太浮誇一點 叫我課長就可以了 社長 課長... 社長... 課長導根做 拿名片其實很重要 是學問 對啊 你看你再來一次 老師 這是我的名片即笑鬧 這個馬上有人就嫌惱了 會看開頭 對啊 所以拿名片很重要 要這樣 雙手 雙手 然後一開放手也得放 就是這樣 為什麼 不要碰我啦 那是在酒店 小動作 好 今天其實要教大家 就是在職場上 遞交名片或接收名片 都是要學習的 有一些妹妹咖咖 對... 不過像黑暗哥 像大家都認識你 比較少機會發名片 會不會 對 還是有 就是其實螢光幕下 我還是會遞名片 對... 你開頭寫什麼 就課長 對 然後我就寫課長 他說這公家單位的 這種數有時候對不對 因為不要看課長 他有時候那個簽章 才關係到你有沒有辦法 拿到也不算 沒錯 你這不是一般的課長 沒有... 你課長是什麼都要 就從基層開始 就什麼都要會的那種 對 我覺得這個職稱滿好的 不錯... 老師會給名片嗎 我比較少機會 因為妳就是一個 不是 因為我的公司就... 所以不是很好笑 我的公司就是徐薇英文 然後下面有寫英文老師徐薇 這不是很矯情嗎 對啊 可是妳聯絡方式 妳會用什麼方式 因為工作的場合 我要不然跟我先生在一起 要不然一定有同事 所以也實在沒機會 留別人 不能拿到妳私人電話就對了 沒有 拜託給我機會發 但是我真的沒機會發 那妳要頭銜 老師這樣子 沒有頭銜就徐薇了 窄的咧 大家還要寫什麼頭銜 這種是最高章的 人世間沒頭銜就是最大的頭銜 不是啊 我公司就叫做 徐薇我還要怎麼頭銜 總裁 總裁是我老公 妳副總裁 我怎麼會是副的 總裁嘛 妳很難伺候 你現在才知道 總裁就說是你老公 副總裁妳就說 所以就乾脆不要發明片了 對不對 我真的比較沒機會 對不對 像沈玉琳 你發明片也不是你矯情嗎 誰不認識你 大明星 我也是有名片 但是我的頭銜就是巨星 有 記巨星 人家有 是剪頭髮的 巨星剪頭髮 巨星剪頭髮 所有的越名字叫喬洋 喬洋 對 好 今天有得聊了 我們也多學學 好 我們歡迎很注重 個人禮節的辣媽人 請一浩然 你好 請一浩然 別忽略一些小動作 她可能會讓別人 對妳的印象改觀 好 請一浩然 好 接下來歡迎 最懂職場百態的 生活觀察家沈玉琳 是的 收帝名片是最好觀察妳的機會 小心 不要被她一眼就看穿 對 好 接下來歡迎 最注重職場倫理的 理財專家盧燕麗 大家好 大家好 第一名片 小動作 大學問 沒禮貌 你就慘囉 好 歡迎名利 好 請先歡迎職場生存的 資深媒體人胡孝晨 大家好 朋友 我在職場 生機跟殺機在一線之間 然後你的一個名片 其實可以決定你的生機跟殺機 一張 好 歡迎孝晨哥 好 來收帝名片的時候 千萬不要這麼做 第一個Mega是要學什麼 帝名片時千萬不能隨便 否則被罵 沒規矩 我覺得帝名片這個動作 你絕對不能很輕浮很隨便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本身個性就是大剌剌的 可是你平常跟同事 跟朋友相處是沒關係 但他遇到陌生客戶的時候 他就吃憋了 有一次有一個客戶 他們要交換名片的時候 他就想說 我就單手這樣子遞給人家 可是就因為他單手這個動作 然後對方就變臉了 馬上變臉 很不開心 就說 你以為你是誰 為什麼你要單手這樣子 拿名片給我 你難道不知道 雙手遞名片 是一個基本的禮貌嗎 你公司都沒有教嗎 然後就開始洗他臉 整整洗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他就記起這個教訓 他以後真的再也不敢 這樣單手遞名片 都是雙手怪怪的這樣遞 這種小動作 對 其實有時候一個小動作 年輕人可能覺得 好像心以為常沒什麼 可是對方可能就會記在心裡 我記得我20歲 剛上台北的第一份工作 那時候每次到快尾牙的時候 老闆都會準備一些禮物 要你送到客戶的公司 去給他們抽獎 因為我那時候是新人 老闆就說 你送去順便就是跟客戶 就是交換個名片 讓他知道說 我們公司來了新人 結果你知道那時候 帶著一盒禮物 到對方公司的時候 我覺得第一個是看到對方的時候 應該是先打招呼 然後把禮盒放下之後 握手之後再把名片 雙手給 可是你那時候年輕 沒有注意到這麼多 這一隻手抱的那個 也不知道要放哪裡 另外一隻手 就習慣性的從包包裡面 去掏名片 去撈名片 去撈名片 投出嗎 該懂事 什麼啦 撈 就是不懂 也沒社會經驗 就去撈 撈半天之後就拿出一張名片 就單手給對方了 我覺得對方他當下 其實也沒有對我說什麼 他就是也拿下名片了 你說美女大概會原諒你 對啊 無所謂 沒有 他後來就打給我們主管了 他就說你們剛剛來 送尾牙禮品的那個是新人嗎 他說怎麼會一點 基本的禮貌都不懂 他說左手抱的禮盒 右手我就看他在包包 偷啊 偷啊 都不知道在偷什麼 逃出馬該懂事 所以那時候你才發現 就是有時候第一眼印象 雖然別人沒有當場的去點破你 可是他就記在心裡了 他就打來我公司跟我老闆獎 對 燕麗姐 這個你會在乎 我其實很在乎 我覺得這是基本的禮節 我記得有一年 我帶實習生去拜訪 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長 因為總是要讓實習生 在暑假期間有一些收穫 我們遞完名片之後 因為實習生也有名片 我先遞 我遞完之後換實習生遞 遞完之後 對方是個上市公司的大老闆 他並沒有遞名片給我們 因為他是長輩 他有權決定 他要不要給我們名片 然後這個時候 這實習生就很妙了 他就很白目的講了一句話說 董事長 你名片發完了 你沒有發名片給我耶 對 他講了一句 非常不禮貌的話 我當場就覺得很尷尬 我就跟這個小朋友說 某某某 董事長家喻戶曉 他的臉就是他的名片 所以董事長不需要發名片 然後我們這實習生就說 原來是這樣 可是燕麗姐 我可以問你嗎 那你要跟董事長約時間的話 你們怎麼約呢 我就覺得很白目 我就說反正他命說 沒有 他說白目 他說更白目 更白目 我說 他說更白目 OK OK 我想說奇怪 好好一個學者 怎麼會這樣冒 對 那我就跟這個 我就跟這個實習生說 因為他好幾個秘書 反正我們如果真的要找他的話 我們就是透過秘書安排就好 董事長真的不需要 一一發名片給我們 就是其實你在發名片的過程當中 你會有一些應對 進退 我覺得那是非常非常 基本的一個理解 後來回來之後 他還不覺得他這件事情處理破 我還特別花了一些時間 告訴他說 特別是如果是長輩 第一時間 你不可以跟長輩要名片 他會覺得說 如果說我今天不想認識你 我根本沒有這個需求 或者是責任給你名片 還有就是說 在這個遞名片的過程當中 一般來說 我們會先給女士 再給男士 因為這是表示對女士 對女士的一種尊重 還有比如說 餐會的時候 你一定是先從進的人 遞名片 再發到遠的 其實這都是一些很基本的 一個禮節 可是我們現在很多年輕人 都不知道 我一個當兒 他做那種黃金名片 一張一張都是金的 可見很珍貴 在發 他當然一定是發給 同樣跟他是當兒的人 那就發生 燕麗姐剛剛講的那種狀況 就是有那種小輩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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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的 對不對 他一個人說要 隔壁說的 我也要 我也要 就一堆人公勇而上 然後大家不要不要 舉得很糟 這成本很高 搶了一個人就說 他的脖子來 然後他那一盒全部都不見了 他搶劫 因為他是金箔做的 金箔 對 通常一般來講 通常我們在商務上面 訂名片的時候 它其實是一種 很多種的訓練 這訓練它代表你的公司 其實我有一個要特別注意 一個就是我現在示範一下 通常這樣子 假如說今天是董事長 我們盧董事長在這邊 謝謝 他現在站在這邊的時候 你知道我曾經有碰過一種 年輕人是怎麼樣的 遞名片的 他那遞完之後 董事長你好 我是 然後就這樣 變成是這樣 他說我都不動 正常來講 應該是我要往前進一步 你知道有一種碰到那種情況 是完全不動的這種 那該怎麼辦 有時候他 那我就往前嗎 其實這個是很私利的 然後那邊他往前的時候 他會不會他要後退了 然後就開始 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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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遞出來之後變成這樣子 好像對方必須要往前進一步這樣 這是一個私利的一個行為 第二個是什麼就是 通常一般來講 有些會比較高一點 高一點的時候 他本來就有壓迫開 這個時候你稍微 稍微量好距離的時候 再遞出去 因為他手部會比較長 這個時候的話 你頭要特別的低下來 為什麼 因為我們比較高 如果說對方植物很高的話 通常我們要特別低下來 像我舉個例子 如果這樣子 董事長你好像我 因為我比驗力稍微高一點 所以我要特別低一點 這樣子的話 他才會感覺到 有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尊重的感覺 對 還有另外一種 我常看一個年前 最常發生的情況是這樣 各位有沒有發覺 我把名片遞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根本沒有在看名片 因為我都有一個順勢 就是說我這個名片 已經擺在這邊 其實這有一個順勢 我不會這樣 還要這樣子 一看錯了 趕快再遞過來這個樣子 所以我養成一個習慣 有一個順勢這種狀況 順手 因為有的是自己的 跟別人的會混在一起 硬的拿出來給人家 你看 金月酒店 還有這個名片的名字 是給對方看的 給對方看 對 自己看是導的 對 自己看是導的 就像送剪刀的時候一樣的概念 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擺在一個固定的 你平常養成的習慣 一個順手就這樣子 遞出來的時候 這樣子我整個是正面 就是順向 就順向到對面這邊 這樣子 這樣子還是有禮貌 不要到時候一出來之後一看 有些拿板也就算你還拿這樣子 這樣拿給人家的時候 我都一看不對 趕快再這樣子很慌亂這樣做 這個動作這是不對的 不好的 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我看到現在年輕人最常 犯了一個最大的忌諱是什麼 就是你把你的名片 放在你的皮夾裡面 對 這是一個很糟糕的行為 像我常常會看到一個什麼情況 就是把那個皮夾擺在這裡面 然後擺進去的時候 然後要遞名片的時候 然後再把皮夾 你現在是要告訴人家你很有錢嗎 也有人直接拿錢出來 哪一千塊都就是我的名片 好苦喔 對 因為這種行為 其實你會讓對方有感覺出來 就是說好像你在炫耀什麼 而且你通常一般來講 這種人的話 他的包包頭很古 很亂 所以你在拿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到 他就開始這樣 剛好被人家看到你的那個 對 其實這個都是一種 不禮貌的行為 在對方來看的話 其實都不太禮貌 還有另外的話就是 你要把你的那個說詞要把它講好 像我舉例 我們通常如果把名片遞過來的話 想說 盧子長 還沒有開始 結果我要拿名片出來的時候 先把它手上 先電一下 其實這個電一下的動作是 你要看一下你的方向對不對 因為怕有時候 你真的就擺反了 這時候你趕快擺一下 擺過來 然後就講說 董事長 你好 我是TBS上班這檔室的 執行製作胡孝成 請多指教 這是我的名片 你好 孝辰 上班這檔室有收績力超好的 謝謝 我特別喜歡徐薇老師 但黑人哥也不錯 但是他兩個兒子比他還帥 妳有沒有踩那個丸 妳講完沒有 對 前面要把這個東西 人家先腦袋裡面先把它想好 想好的時候 讓我一次順著把它講出來這樣 不過我今天錄完影 我馬上要去應一合名片 我發現真的很需要 可是我倒是曾經碰過好多人說 老師你有名片嗎 因為我都沒有 對不對 結果我聽過一個說法不錯 他不是問說老師你有名片嗎 他說老師 我可以跟妳請一張名片嗎 我覺得這說法也不錯吧 孝辰哥 他用請這個字 不是 我給你要一張 來一張 親中的來一張 好 OK 這個遞名片 名片不僅能認識彼此 竟然還有其他用途 吃飯的時候你給他名片對不對 然後吃的時候聊天 然後吃了一些麵包器掉在桌上 他把我的名片拿出來 然後在那邊 挖 挖麵包器 對 那個還好 有人我跟妳講 我看過這種 拿名片剃牙的 好可愛喔